大家好,歡迎回來堅料賽馬頻道,我是波仔 繼續新貞頭,繼續和大家拜年 希望各位朋友,專年行大運,注入入水,賺盆滿本滿,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做事心上事成精神神神 昨天初六的賽事,韋達掛開了,進入了沒有韋達的時代 當然,可能你覺得他沒什麼所謂,當他沒到也可以 接下來星期三的賽事,回到九圍的菊草賽事 這次用B跑道,跑完星期三,星期四就是情人節 是不是不要說這些壞事呢?說回馬吧 這次的B跑道,早前爆水管A,轉回B 今季用了幾次的B跑道,看回1月16日和12月5日 國際騎士禁表賽那天,最近兩次,B跑道直路都是有個內難不利的情況 以往B跑道有個簡稱魔鬼B 為何說,外檔都不吃虧,好像比較難捉 因為以往好像菊草購買一些內檔的前置型馬匹 可能會夠好處 今次跑了九場賽事,預期都會壓地 可能壓地前流都有點不同 賽事的水準好像比以往一般高 不如先從馬匹實力去做比較 臨場的偏差,再要你手執一兩套馬匹 例如利前置,利後上的馬匹 你要拿著手,到時靈活變通 說回我們,KIN仔 你看到這個表面有賽果的派彩 今天出了排位,昨天的賽果我們都可以慢慢看 另外,試用手冊 這裡都可以看到,假如下載後一時間不適用 都可以下載後來找回來看 先來講,頭場的賽事,六百四百一千米 頭場的賽事,首選方面我選了一奧米的電子大師 如果以季律的賽職來說 電子大師居於這一組,的而且是較高排名的 我們來看看這一匹馬匹 我們打了這個排位總表之後 就是這個馬匹資料之後 看到神操紀錄有一點白色 雙限紀錄有一點白色 即是有提示給我們 雙限紀錄,你一按進去 就看到1月21日裡面 左前腿不倫於行 1月29日已經通過了 因為1月15日那個 左前腿不倫於行 1月29日就通過了 他在重化裡面 也曾經操練過 但在拍攝十分六 守正容期的時候 甚至是足今起 我覺得匹馬跳出來的觀感也是不錯 那就看回他對上一場賽事 214都久一點 11月28日 在外擋藍心 當時是奇寶敦去跑 雖然這晚的場地 直路走外擋沒什麼太差 反而裡面的徐毫英就是不利的場地 那晚沒什麼馬在裡面 蓋上來贏 不過這場的步速 214都是相對偏慢 前面自由無敵 和團圓風修 這麼晚是芳 所以呢 翠弘飛鷹也是厲害 你看看最近的一場 1400真的厲害到無倫 不過你小心點 薄得瘦一點 可能遲些 養回狀才再出 而電子大師 雖然賺了這個場地 只是他虧了步速追上來 要說芳也有很多 這些小小休息 然後出來跑 是縮情 他的手工夫都很耍家 看來這一組 後面的大號碼 很多都已經是退退地 或者沒什麼近跡的側身 超好玩 過來谷草 很多人有級數 但真的縮得來 太速了 1000米 所以我覺得 在這組中 我都選了電子大師 希望 四平八溫 爬溫出 八成九成水準 我覺得在這組裡 都夠用了 次選二位阿凡達 上一次跑直路1000米 前面的步速相當快 我們就不看影片了 我們到最後 按一下上一場 三百六種場次 開回整場的賽果表 頭兩段 做三十四秒一三 第二段 21秒03 沿途快放 這隻阿凡達 回不了氣 沒有了轉彎回氣 回來斷 我覺得都很合理 這次排過一檔起步 我猜二檔那隻 叫做 超好玩 因為它是千四田草 那種前領馬 一下子縮回來 一千 我覺得真的未必會搞得到 外面的衝 或者自由無敵 自由無敵 可能會有些前操 但有時候出閘 沒有那麼爽 事快事馬 所以 如果阿凡達 給了那條難 順放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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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選 沖亞 三貨市集 田泰安 一手包辦 田草 谷草 泥集 全部都笑 轉彎 留住 來追 最近一貨集 有你共賞 青身動力 那些 不是善男順女 即是 不是留住兩行 避替的側身馬 都是懂得跑 有個表現的馬 十一檔 可能更加好放 都未定 因為 好像昨天的 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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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1號碼電子大師、耀阿凡達、七號蔥、四號碼的自由無敵 是今場初步分析的心水